嗨 各位母子弟粉丝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你们的导游小莲 那今天小莲啪啪走要去哪呢 看到这些照片 可能会认不出来这里是哪里 今天要去的就是德国的波红 Let's go 好 讲到德国波红呢 我相信啊 可能在20年之前 你问一些古典乐迷 大家可能不知道波红在哪里 但因为2020年的时候 对于台湾乐界有个大消息 就是台湾指挥家庄东杰 当了波红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大家都非常的兴奋 庄东杰终于得到了一个总监职 可是讲完之后呢 可能你还是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 所以先讲一下波红的地理位置 在德国偏向西方 或是说稍微西北一点点的一个地方 整个区域呢 通称为卢尔工业区 因为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边算是德国很重要的一个工业区 不管是矿产啊 或者说他们制造啊等等的一个产地 不过现在因为这个工业区 慢慢的德国都已经外移了 工业区的形象已经不太一样了 但是大家还是会叫他都卢尔区 那卢尔区呢里面有很多城市 波红就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之一 如果从台湾去的话呢要怎么去呢 台湾的话非德国的直飞啊 就是有这个凡安克福 可是去波红还是大概要搭 可能三个小时的电车 那如果今天你用其他的方式不是直飞的话 也可以想办法飞到杜赛道夫 因为杜赛道夫他的机场啊 其实是德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所以他在欧洲有很多航线都可以到杜赛道夫 那杜赛道夫离波红开车的距离大概30多米左右 所以如果今天你真的想要到访波红这个地方呢 就有这两个方式 那波红这个地方真的是小而美啦 我之前去的时候有写报导喔 那大家可能可以看这边吧 那报导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讲 我觉得是一个很刚刚好的城市 因为不管是音乐厅啊 市中心啊周遭的景点啊 都让你一种好像虽然不大 可是你也会觉得蛮适合的一个size 但是在波红有一个非常神奇让人很惊讶音乐有关的景点喔 那是什么呢 因为我对于音乐剧是非常很心爱的 所以我其实有认真的看了很多音乐剧还有很多资料 然后我就发现说波红竟然有一处音乐剧 叫做Starlight Express星光列车 这处音乐剧呢是由安德鲁·洛伊韦伯所写喔 其实就是歌剧魅影的作曲家 这处音乐剧当初在这个百老汇或是在伦敦上映的时候 也都是反映蛮好的 可是其实那真的很久以前了 1980年代的时候 他们上映了几年就下档了 但是没想到在波红1988年上演之后呢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下档过 所以其实他早就在2000几年之后 他就得到了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 单一剧场演同一出剧演最久的纪录 那个剧场原本打造起来就是要演这一出 Starlight Express 这出剧非常的特别 他必须要有一个很专用的剧场来演 从1988年就一直一路延远演到现在 演到今年其实是第35年了 他还在持续地演出 所以就让人觉得 哇 如果我到波红 有机会我真的应该要去看看 那也刚好真的有个空档了 所以我就真的跑去看了Starlight Express 那这出剧呢其实蛮好玩的 我后来很认真看了他的介绍 就发现说原来最早安德鲁·威伯 是想要改编汤马士小火车 但是因为那时候汤马士小火车也还没有红 不像现在是这个儿童界的天王 他本来是要把它变成一个电视节目 但是电视台后来把这个计划取消了 但是安德鲁·威伯还是很想要写一出 用拟人化的火车来当成主角的剧 所以他后来就写出Starlight Express 星光列车 所以呢这出剧里面所有的角色 他们都是火车 或者是他们都是 反正他们都不是人就对了 他们都是拟人化的火车 然后呢更酷的是他们所有人 为了表现这个火车的速度感呢 他们都是穿着溜冰鞋 所以全场全部的人是在你周遭溜来溜去 而且他舞台的设计其实是在观众席的周围啊 还有第二排的观众席周围都是有跑道的 面呢因为有很多这个场景是火车大赛啊 大家要竞赛 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他们就在你旁边这样溜过去溜过来 在你面前束呼而过 所以其实是真的很有趣的体验 而且会更让人佩服的是 哇塞他们真的都不会累 因为就是他们不但要溜 他们还要唱还要对话 然后你觉得听起来他们好像完全没有真的剧烈运动过的感觉 所以真的很佩服这些演员 而且更佩服的是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达到这个目标 因为我去的时候应该是礼拜三还是礼拜二的晚上 哇那个现场的观众其实几乎是有七八成满 所以他演三十五年还不是定称下来 他是真的有这样的票房的支持 所以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值得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Starlight Express 不过呢如果你真的来看呢 会有一点点障碍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是德文版的演出 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先在网络上预习一下剧情 那其实也不会太难懂 因为他的剧情就是英雄九美 然后丑小鸭那种感觉这样子而已 而且同时间都是充满了很多很炫技的动作啊 他在你面前用四轮溜冰鞋溜来溜去 所以就是看了还是觉得很有趣很好看 而且那个歌曲很好听 所以如果来波红的话 很推荐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Starlight Express 那当然呢我觉得现在如果台湾的乐迷到波红 一定会想要去的原因就是因为 庄东杰跟波红交场乐团 这个交场乐团呢 其实他成立于1918年 那所以是超过百年的乐团 不过当年呢他成立的时候其实是个很小型的编制 有点像是剧院配乐的乐团 后来才慢慢发展成完整的交响乐团 而且因为他们的政府非常支持 所以其实波红交场乐团在德国的评比是所谓的A级乐团 就等于是说乐团成员的这个待遇是德国里面最好的 也会因此吸引来很多很好的乐手加入 那如果你实际到这个乐团 或是到他们的音乐厅的话 你也会觉得哇这个音乐厅真的是好像没有见过这样的音乐厅 在外面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犹豫想说 诶这个是音乐厅吗 因为他其实入口的大厅看起来就是个教堂 但是他也实际真的是一个教堂 是当年太废弃的教堂去改建而成 那时候盖这个音乐厅也是波红市民透过小额赞助 然后再加上一些大的赞助商 把这个音乐厅集体的捐款干成的 所以你走进这个很特别的大厅你就会觉得心里好像特别的平静 因为是教堂的这个氛围 而且他也非常的漂亮 然后进去听音乐厅的声响效果也非常的好 因为他其实听也没有很大 大概快一千人九百多个位置 你会觉得声音跟你的感觉是非常清静 我在里面有坐过很多不同的位置 我甚至就跑到三楼去坐 很惊讶于三楼那个音响 会让你觉得说你好像不是在三楼的侧边 他的声音是非常立体非常完整在你周遭呈现 但是三楼的唯一的缺点是你真的没有办法看得到舞台 就是你好像是有点在家里听了一个很棒的音响的感觉 因为你看不到音乐家在你面前演出 不过不管如何 他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 如果你今天真的有机会到波红到德国的话 你也可以去走一遭然后可以去听听看庄东杰 就是我们的台湾指挥 然后率领波红教绒乐团的演出 那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庄东杰跟我们讲说 为什么要来听听看波红教绒乐团呢 我觉得他讲的一点蛮好的是说 因为我们好像很习惯 讲到德国乐团可能就是柏林爱乐啦 或者说是巴法利亚广播教绒乐团啦 慕尼黑爱乐啊等等 这些乐团他们的声音好像你有一个既定印象在脑中 其实德国是世界上最多教绒乐团的地方 那可不可以来听听看德国其他教绒乐团的声音是怎么样呢 尤其像波红教绒乐团 我觉得组成是个非常多元的乐团 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国籍的人 而且年纪的差距也蛮大的 不会是说都好像是很资深的团员 或者说都是年轻的团员 你听到他们对于音乐的感受是很特别的 那当然要去波红没有那么容易 可是今年庄东杰就真的要把波红教绒乐团带来台湾 然后给大家听听看他跟波红教绒乐团合作这几年来的展现了 所以其实如果你很想要听听看波红教绒乐团 然后还没有机会跟着小连泡泡走到波红的话呢 其实你就可以在台湾听到他们的演出 那也欢迎大家在台湾听完之后 如果你对于这地方真的有兴趣 你就真的去波红看看 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跟体验 那么这就是今天小连泡泡走介绍的波红 那我们下次要去哪里呢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